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晒和好友家居照,穿短裤出镜,素颜亮相好显小。 王一博虽然年龄小小的,但是在娱乐圈里有很多的知心好友,他和尹正就是通过摩托车认识的。当时尹正刚刚来到天天向上参加节目,而且在节目中谈起了摩托车。 当时王一博已经着了迷,在尹正的车库里待了整整一个晚上,看得出来他对摩托车有着无限的喜爱和挚爱。 他们两个经常一起参加比赛,经常为彼此加油助威。虽然大家都因为工作太忙碌,没有时间聚会,但是每一次有摩托车比赛的时候,都会不远万里来到现场。 在自己在私底下他们也会经常一起相聚一起聊天,就在刚刚网上晒出了一组王一博和尹正以及其他一位好友的家居照。 当时他们都穿着差不多一样的衣服,而且王一博还穿了一条短裤高调出镜,其实很少看到王一博穿得如此家居的画面,相信在家中他也喜欢这样的穿衣方式吧。 穿上短裤的时候感觉很像是高中生的,不知道各位粉丝和小编是否有着同样的感受呢? 因为王一博在私底下并不喜欢化妆,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喜欢素颜德状态,而这一次也引证一起聚会也是素颜亮相,显得特别小呢? 不知道各位粉丝看到这一组照片之后是否和小编有着同样的感受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